转校生英寻出现后 我开始逐渐遗忘我的竹马 我们成为了同桌 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偶遇 我和竹马的回忆在脑海中被淡化 主角替换成了我和英寻 我看着他会心跳加速 体温升高 就好像冥冥之中 我们注定会在一起 一 我和英寻又被同时 关在器材室里了 他是新来的转校生 长了一张俊郎脾气的脸 肩宽腿长 桀骜不逊 据传他打篮球时 因为无意撩起衣服下摆 露出过八块腹肌 成功引起全校女生热议 老师安排他做我的同桌 还语重心肠和我解释了理由 他成绩不好 我是第一名 说不定可以带一带他 我对此不置可否 但也没提出反对意见 和英寻做同桌后都没说几句话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经常在放学后偶遇 各种地方 包括但不限于超市 书店 以及现在的器材室 而且无一例外 要么是暴雨倾盆 要么是停电维修 总之总会营造一个暴风雪山庄的模式 比如现在 只是打算晚自习下课来还羽毛球拍而已 居然还能和英寻一起被锁在里面 这地方的灯滋滋两声 啪一下就断电了 看上去是烧坏了 这个月 这种情况是第三次 哪怕是偶然 概率也未免太高了一点 英寻站在窗边 看了眼窗户上的防盗网 声音漫不惊心 看上去出不去 我们要被关在这里了 住庭晚 手机在教室里 黑漆漆的房间里不可事物 只有透进来的月光照清了一点模糊的轮廓 远远的 能听到操场上传来的欢声笑语 以及滴答滴答 时针在转动的声音 你怕不怕黑 不见光的环境里 心跳的声音都被放大 英寻好像动了动 声音很低 这有光 过来吧 我思考片刻 你有打火机吗 他倾笑一声 你不是好学生吗 咽我带了 打火机今天刚被没收 说完成了几秒 尼古丁不是个好东西 只是有时候能麻醉情绪 你还是别抽了 话里有着淡淡的寂寥 惹人探索 他的童年很悲惨吗 或者说 原生家庭有什么缺陷 一重接一重的问题 逐渐浮现在了我的脑海里 就好像冒出的泡泡 或者是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 他看上去很孤独 或许我应该安慰他 最好能给他一个拥抱 多米诺骨牌推到一半 联系的情绪刚刚冒尖 就被我皱着眉头 及时掐掉了 这不对劲 这有些奇怪 我困惑的看他一眼 没做多余的解释 没有打火机也行 你把烟盒给我吧 口袋里 恰好有两节干电池 是今天拿去实验室备用的 没用上 现在能用来生活 英雄递来烟盒 我干脆利落地扯出锡箔纸 对折后撕成我想要的形状 器材室里有堆灰的废纸 我蹲在地上 把锡箔纸捏在电池两端 一秒 两秒 嘶啦一声 锡箔纸点燃了 然后落在了废纸堆上 燃起明亮的火焰 整个房间被照亮 烟雾一缕缕冒出窗户 头顶的烟雾报警器开始工作 浇下水花 门外传来惊呼 似乎匆匆赶来了人 器材室门被打开的那一刻 明亮的灯光照亮了 英雄脸上错愕的表情 我站起身 十分客气地说 谢谢你的烟盒 我会买一包还给你的 我不怕黑 当然也不抽烟 只是这些 我无意和英雄多说 出现问题就及时解决 这是我的人生信条之一 二 校内纵火 虽然是为了自救 但属于危险行为 还是要做出批评 但是说实话 要不是英雄硬说 这是他干的 这事和我没关系 我早就出来了 他要替我背锅 我尝试几次都争不过他 只能沉默地看着教导主任 对他进行360度 无死角的爱的教育 等到英雄走了 教导主任才看向我 刚刚山羽欲来风满楼的脸色 顿时就变得和风细语 他不轻不重地说了我两句 就轻壳两声 马上就要去竞赛集训了吧 成绩这方面 我是从来不担心你的 只是祝庭婉同学 我看你还是太瘦了 学习的同时不要忘记身体 有什么困难 随时和老师说 我不无意外地点头 好 谢谢老师 离开办公室 贺金安正在门口等我 他长了一双很漂亮的眼睛 内双 眼尾微微下垂 显得温和而无害 不笑的时候偏冷淡 笑起来的时候 却毫无攻击性 格外魅脸 只是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我没见过他生气的模样 而且大多数时候 他都是笑着的 我有时候会笑他 长了张国泰民安脸 事情我都知道了 他的声音也是这样 平和清润 总是耐心十足的样子 点火有没有烧到自己 这种小儿科的实验 怎么可能失手 我看着他那张熟悉的清俊面容 放松了些许 有些得意地比了个数字 要点火 我起码还有五种方法 贺金安沉默几秒 那也很危险 有没有不点火 就能出来的办法 我瞥他一眼 有 比如等你来找我 但比较慢 我们并肩向校外走去 慢点又没关系 安全比较要紧 贺金安把一个生鲜袋递给我 对了 那个叫英雄的男生 刚刚也在门口等你 生鲜袋里 是他给我包好的新鲜核桃人 从我参加竞赛那年开始 他就担心我用脑过度 每天给我带一点营养补品 有时候是自己炸的花生奶 有时候是包好的核桃 每天如此 十年如一日 我忙着开袋吃夜宵 不是很在意地说 哦 至于他为什么走了 他等我做什么 我也不是很关心 我的社交圈一向狭窄 因为我对此并无兴趣 社交本就具备功利性质 能够接受我性格 并乐于和我成为朋友的人 多半都有所求 所以真有事 英雄会跟我说的 小婉即将送我到家门口 贺金安顿了顿 其实 他的话音未落 啪哒一声 我家对面的门开了 助停完 搬着纸箱子的高个男生 恰好从我家旁边的房子里开门出来 他灰头土脸 看上去像是在搬家 差一几秒后 杨妹一笑 你也住在这里 空气中仿佛萌生了不同的气息 我静静地看着他 手指扣住另一只手的手腕 莫属着心跳的频率 我对自己的生命体征一向了如指掌 所以我知道 心跳在加速 脉搏跳动急促 血液的流动也在加速 脸上散发着不受控制的热气 体温上升 在这个剩下液 在无法克制的生理反应面前 我的思绪却无比清晰 那种奇怪的 被激素操控的感觉又出现了 我N了一声 是 英型轻笑一声 那看来从今天起 我们要做邻居了 我分辨着他瞳孔中的情绪 和面部的细微变化 再次确信了一件事 他没有撒谎 同之前的数次巧合一样 这并不是他提前设计好的 他对此毫不知情 至少这一点和我一样 相处一段时间后 以我对这位同桌智商的判断 我也觉得他不会有这么好的演技 也不会做这样 看似毫无目的的事 挺巧的 我顿了顿 之前的屋主上个月刚决定出国 出国的决定也十分突兀 明明之前那位叔叔都表现出 对于在这里生活的满足 在英寻转学来的那一天 忽然就找中介卖掉了这里的房子 说要去国外闯荡 邻居叔叔像来是一个 暗喻现状的躺平一族 坦白来说 这样的决定不符合我对他的印象 但是人是多变的 也是复杂的 这样奇怪的事情 还被拿来在我们家的饭桌上讨论过 后来只能用生活 总是充满戏剧性来盖检定论 但和今天英寻的出现相结合 事情就走向了一个诡异的方向 对于这位卖房的叔叔 也许英寻会知道些什么 正好我就看中了这套房子 住庭晚 感觉总是遇见你 英寻的轮廓 在黑暗中显得越发俊浪 他像是意味不明的 看了一眼我身侧一言不发的贺金安 然后再度垂眼看我 眼中画中都是笑意 看来我们还挺有缘分的 我安静地垂下眼 心里萌生了一种果然如此的感觉 这世上的大部分巧合 好像都可以用缘分解释 实际上不过是故意为之 至于是谁 是怎么做到的 总之都和虚无缥缈的运势毫无关系 他的思考方向与我截然不同 或者说他根本没有思考 我顿时失去了 和他一同探讨这种巧合的欲望 不过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毕竟我遇见的大多数人 都无法与我产生同频的思考 也许吧 我随口回答道 很礼貌地和他道别 再见 英勋 明天见 小同桌 英勋的眼睛弯起来 才让人发现 那原来是一双很多情的桃花眼 但他没有离开的意思 只是站在原地看着我 像是在等待什么 我打开门锁 从贺金安手中接过背包 抬眼对上他漂亮清澈的眼睛 轻微的愣了愣 贺金安一直安安静静的 没有说话打断我和英勋 也没有提前离开 他总是要看着我进门 才会上楼回自己的家 其实没有什么变化 起码看起来是这样 但我们做了十几年的青梅竹马 我轻而易举地发觉了不对 哪怕只有一丁点 于是我在经过0.1秒的思考后 拉住了贺金安的手腕 想吃水果捞 骗他的 我不想吃 虽然贺金安做什么都很好吃 做的甜品也很合我胃口 贺金安顿了顿 目光停留在我牵住他的指尖上 声音一如既往的温和 好 他被我拉了进去 关门前 也只来得及对英勋礼貌地点了点头 三 我父母因为工作常年不在家 家中通常只有我一个人 所以我的午饭晚饭一般都在学校吃 周末则由贺金安解决 我根据他的劳动支付相应报酬 他从前就不要 但我总有办法要他收下 太阳落山后 贺金安很少独自来我家 和我共处一室 他对于这种细枝末节的东西总是很在意 还严肃地告诫我 晚上就不要随便和别人单独 待在密闭空间里了 万一是坏人呢 我觉得奇怪 你是别人 但是我也不可以 好吧 反正对我来说 这种事情也无所谓 我也不会让除他以外的男生 在大晚上进我的家门 我点头表示听进去了 他才放松下来 熟悉的笑容 逐渐依满了那双气飞温润的眼睛 贺金安和其他人是不一样的 我有自己的研判标准 他是唯一一个 我觉得 即便和我思考频率不一样 我也愿意告诉他我在想什么的人 也许是因为无论我说什么 他都会很认真的听下去 比如现在 他在厨房戴着手套给我去荔枝盒 雪白晶莹的果肉 被整齐地叠放在玻璃碗中 干净剔透 看上去卖向极佳 英雄给我的感觉和其他人不一样 我慢吞吞地开口 很奇怪 是磁场吗 还是激素 又或者是某种药物 贺金安停下动作 思考了几秒 是哪种奇怪 我诚实地把自己出现的异样反应 都告诉了贺金安 诸如心跳加速 体温上升 脑海中还会冒出突兀的想法 贺金安不说话了 缓慢地叹了口气 他眼睫浓黑 是女孩子都会羡慕的细密现场 那双明彻的眼眸 盛放着些许的无奈 因为他懂了我的意思 他斟酌着自己的言辞 小婉 你研究英雄的话 应该会用一些合法的手段吧 与此同时 我若有所思 马上就要体检了 英雄的血样 我得想办法弄到一份 贺金安 他莫不作声地 分了小半碗荔枝给我 我也不打算继续这个话题了 因为还需要一段时间的观察 才能正式猜想 我从善如流地 用草莓金属叉取了一块 咬下新鲜的荔枝果肉 冰凉清甜的汁水 溢满唇舌 满足地眯起眼睛 含糊地说 当然不排除 只是纯属巧合 还有 我只是被他吸引的可能性 客观来说 英雄应该算得上 一个讨人喜欢的男生 所以 即便有零 零一百分号的可能性 那也是可能 我是李柯生 深切明白下结论 要严谨的道理 贺金安的动作 却不易察觉地停顿了片刻 随后垂下眼 我终于确定 自己刚刚的感觉没有出错 有些惊奇地 看了贺金安一眼 心想 他真的不高兴了 今晚第二次了 哪怕只有一点点 那么他是因为什么不高兴呢 毕竟大多数时候 贺金安的情绪 都稳定地像一汪湖水 但是他没有给我 开口询问的机会 便将那份荔枝果冻的半成品 冻进了冰箱 温生说 明天再来帮你做 我眨眨眼 我的水果捞呢 你不想吃 就不要勉强自己了 贺金安摘下手套 心平气和地给出结论 我回去了 早点睡 小碗 相处十年 他好像对我的一切 都了如指掌 我呜了一声 并不否认他的话 而是顺手 插起碗里最后一块荔枝 递到他嘴边 贺金安垂眼看着我的手指 好像僵了两秒 才小心翼翼地 顺着果肉边缘咬下 他避开了草莓叉子 也避开了我的手 但是刚刚那一顶点 奇怪的情绪 已经烟消云散 我看着他 耳畔若隐若现的 飞色和仓促转身的动作 心满意足地说 晚安 晚安 虽然不理解 他为什么不高兴 但是没关系 对于怎么让他高兴 我同样得心应手 四 天还没亮 我就起床了 穿好衣服准备开门时 我有一瞬间的犹豫 但很快 我就拧下了把手 然后不出意料地 对面也发出了同样的声音 鹰巡穿着黑色的T恤短裤 头发有点凌乱 眼睛也是乌蒙蒙的 像是没睡醒 看见我后 他顿了顿 住庭晚 提前了两个半小时出门 四点半 这种时间绝对不符合鹰巡的正常作息 但我还是和他遇上了 你怎么起这么早 他诧异地扬眉 随后又似笑非笑地调侃道 学霸都是这样的吗 当然不是 我在爱学习也是人 需要充足的睡眠 怎么可能每天四点半起床 今天只是意外 我不打反问 你呢 为什么也起这么早 我听到了小猫的声音 提到这 鹰巡皱了皱眉 我养过很多猫 这只听起来像是受伤了 顿了顿 他说 我打算下去找找 我们家在二楼 我没有听到猫叫声 他却听到了 当然 这也不能说明什么 也许是他浅眠 他没关窗户 或者那只猫离他更近 但无论怎样 都有些过于牵强 所以这样的巧遇 也许真的被一些非自然因素影响着 证实了我的一部分猜想后 我应该转身回家 睡个回笼觉 可是 无论是从理智还是直觉 我都无法克制 内心汹涌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如果真的有一种神秘力量 敦促我和鹰巡不断独处 那么我承认 他做到了 我沉默几秒 我和你一起找找吧 行 鹰巡答应的爽快 只是又往家门口的玄关 捞了件东西出来 那是一瓶驱蚊水 他鼻骨分明的手 握着青壁色的小瓶 自然的半蹲下来 现在蚊子多 你别被咬了 我穿的是学校发的长裤 但是长高后 裤腿短了点 露出一小结脚腕 喷洒出的水雾 在昏暗的楼灯中 形成定大了效应 我垂眼看着鹰巡 手指再度扣上手腕 心跳又加快了 鹰巡放回驱蚊水 打开手机的手电筒 随口叮嘱 你们这小区楼梯挺陡的 我走前面 你看着点 别摔跤了 我跟着他下一步 清明的脑袋 忽然泛起了疼痛感 模糊的回忆纷纷涌现 一针针 一幕幕 都是同一个人 那是个小男孩 他每次出门前 都会帮我喷驱蚊水 我被咬后 他就拿了一小罐浅色膏体 帮我涂抹在红肿的包上 还严肃地让我不要挠 越挠越痒 抓破了会溜疤的 傍晚我们去公园 看萤火虫 他举着手电筒 站在我前面 要我慢点走 他比我高一些 背对着我 逆着光 我看不清脸 只是那天月色真的很美 河边拨光点点 四银沙绸缎 放一盏又一盏莲花式的河灯 小男孩坐在我身侧 那身影渐渐地 渐渐地和面前的鹰巡重合 别无二致 我恍惚中停下了步伐 怎么了 鹰巡转头看我 我定定地看着他 忽然产生了一种 很微妙的预感 察觉到重心不稳的一瞬间 我就停了下来 那么如果我继续走 是不是会忽然踩空 在我前面的鹰巡 他或许会接住我 或许会被我撞倒 但我们不可避免地 会产生肢体体接触 我的心跳会失衡 体温会升高 血液加速循环 会分泌更多多巴胺 而我的头脑 也会更加不清醒 我会问他 过去那个小男孩 是不是他 是他吗 真的是他吗 童年的记忆 对我而言 忽然变得如此模糊 我住在哪里 我的玩伴有他吗 这段记忆真的存在吗 我是忘记了什么东西吗 我按住太阳穴 轻声说我没事 漠不作声地继续下楼 鹰巡 在踏出楼梯间的一瞬间 我问他 你过去捉过萤火虫吗 他没回头 声音轻松 我小时候住这 家就在河边 这种事怎么可能没做过 是吗 我没追问 但下一秒 鹰巡转过头 我小时候还帮小姑娘捉过 咔哒 一切线索对的颜丝和缝 完美无缺 这段回忆 就好像是一颗 被漫长时光掩埋至今的珍珠 他脚白 洁净 晶莹剔透 又或者过路者去触碰 鹰巡从低矮的灌木丛中 抱出了一只 又后腿受伤的小猫咪 他应该是流浪猫 毛发打结 脏兮兮地看不出原来的颜色 可一双眼睛 却是剔透的蓝色 虚弱地咪污着 乖巧地靠在鹰巡身上 鹰巡毫不嫌弃地 把他搂在怀里 神色很温柔 低声安抚着他 得送医院 他说 看上去是踩到了什么陷阱 要上加板 这个点 大多数宠物医院都不开门 但我刚好认识一个 会开门的老板 我的脑海中 又模模糊糊地 浮现了一段回忆 我和一个小男孩抱着一只猫 急切地走在路上 敲着不同医院的门 只有一间医院开了门 一个戴口罩的年轻女生 惊讶地看着我们 随后将猫咪抱了过去 那男孩仰头和医生 说着猫咪的情况 他脏兮兮的手上 还沾了猫咪的血 叶峰吹拂着他 后脑勺的一缕碎发 他的背影轻瘦却挺拔 我抬头看眼前的鹰巡 仿佛是某种既定的宿命 他凌乱的短发被风吹起 鼓起的T恤 衬托出轻俊的身形 和当年如出一辙 天色渐亮 朝霞为他的发 他的指尖 他漆黑的瞳孔 镀上一层浅浅的金色 温柔而美好 我的心脏忽然被一种 称得上温暖的情绪浸泡 湿漉漉的 也许在这一刻 我看向鹰巡的眼神 也是湿漉漉的 我想 他真好 我想 我都记起来了 我想 原来是这样 我想 我可能有点 鼓躁的心跳 急促的呼吸 并肩等待天明的下夜 没有人会不为之心动 不是吗 像是神明在耳边呢喃 可我后退了一步 毫不犹豫地 从这样温暖的情绪中 抽身而出 我想 小偷 骗子 可笑 无稽之谈 我想 不管是什么东西 在作祟 适可而止吧 鹰巡看着我 仿佛无声地询问 我垂下眼 声音很冷静 我把电话给你 嗯 这家宠物医院的老板 这个点会开门 我动作很快 从口袋里 拿出常备的便利贴 和签字笔 写了一串号码递给他 你送小猫去那里就好 你不和我一起去 鹰巡的声音有些惊讶 我还有些事 我毫不犹豫地转身 之后我会去看望他的 我的思维 大概是被控制了 这是听上去不可思议 但是人类尚未攻克的难题这么多 也许真的存在 某种高维度的力量 笃定之余 我感到了一种久违的愤怒 五 我开始翻找书柜 我的书柜 一项排列整齐 因此我很轻易地 翻找到了我想要的东西 一本相册 和灯标本 一本账簿 我的相册每一页 都注明了时间和地点 九年前的夏天 存放了一张 我和萤火虫的照片 照片中的我 毫无所觉地 捧着一个玻璃瓶 看着漫天萤火 眼睛亮晶晶的 这张照片 没有出现第二个人 我却出于某种直觉 停顿了几秒 抽出了照片 翻到背面 果然 那里贴了一张泛黄的小纸条 和灯卖完了 以后给小碗做一盏 年幼时 我们相信所有许愿的传说 于是贺金安 仔仔细细地写下了这张纸条 装进了那个 我们用来捕捉 和萤火虫的玻璃瓶 可我们最后一直都没有捉到 因为这种生物太脆弱了 我们不约而同地选择 藏着瓶口 只是静静地看着 等待它们散发生命 最后的余境 贺金安的愿望 从来不需要祈求 虚无缥缈的萤火虫仙子实现 他很快就给我做了一盏河灯 一起去放的那天 明明下了雨 但烛火摇摇晃晃 就是没灭 河流的尽头 我们捡起了它 我把它做成标本 摆放在我的书桌最顶层 过去发生的一切皆有痕迹 哪怕我的记忆 情感 感知会被篡改 可这盏河灯 这张纸条 不会消失 我会记得 我在努力封存过去 因为证据不会骗我 是他为我拍摄的照片 是他为我写的纸条 是他对我说 我的愿望送给小婉 我有记账的习惯 所以所有收据 都被我分门别类地 装在了不同的文件夹里 整合成了一整本账簿 我翻到了一张宠物医院的收据 时间是八年前 收据上的字迹 清俊而熟悉 贺金安 水落石出 记忆复苏 是他找到了 那只受伤的小猫 他将它送去了医院 垫覆了所有医药费 用光了自己的零用钱 我垂眼看着他 略显稚嫩的笔触 仿佛身处高点 在冷眼审判着面前的自己 我自幼就是一个 同理心匮乏的人 智商比起同龄人来说 出类拔萃 父母和我为数不多的相处时间 都是在教我学科知识和启蒙 我喜欢观察 阅读和学习 对我而言 一切有关于为人处事 和道德品质的学习样本 就是贺金安 他联络 温和 正义 善良 他面对小动物天然的关爱和呵护 他面对同龄人的谦逊和善意 他对长辈的尊重和礼貌 全都发自内心 毫无作假 幼年时期 我比现在要顽劣许多 也许表面装的沉静 内心的想法却并非如此 是贺金安的一举一动 让我觉得 原来还有这样的人 人人都夸赞我 因为我是众所周知的天才 是别人家的孩子 几乎没有拿过低以外的名次 可天才与疯子 往往只有一墙之隔 许多少年成名的天才 最终都滑向了深渊 只有我清楚 让我没有变成疯子的 是贺金安 门被敲响 天光已然大亮 我打开门 贺金安提着自己做的尖角和豆浆 看向我时 很明显愣了愣 他温声问我 怎么了 明明我应该表现得毫无益壮 可他一眼就能看出来 这一刻 我的内心涌上了很微妙的情绪 酸色不堪 像是委屈 混杂着一点点愤怒 我抬眼看他 然后突兀地伸出了手 那是长达15年的回忆 我摔跤时他被我回家 我们参加去位运动会时 抱住他的脖子 我突发起想要前往废弃高塔时 才在他交叠的掌心 我讨厌用感知类的词语描绘其他人 可是贺金安不一样 他一直都不一样 我的正常体温是36.8摄氏度 贺金安的正常体温是温暖 是春天 是温暖 是盛放的樱桃树和树下的小熊 啪哒 尖角和豆浆都落地了 上高中后 他在刻意避开与我的肢体接触 我顺着他的意 可我知道他没办法拒绝我 熟悉的体温和气息 浸润了冰冷的胸腔 我在回温 就像是冬眠动物开始复苏 他将在原地 我抱住了他 轻生许下了一个承诺 我不会忘记的 那股不知名的力量 想要推动我和英雄的关系 被操控 被愚弄 被制造巧合 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愤怒 我不想忘记贺金安 他是我的底线 没有任何人能逼我做我不想做的事情 六 在出现今天早上的事情之前 我已经观察了一段时间 我并不算一个纯粹的唯物主义者 如今得到的答案 虽然听起来令人难以接受 但排除一切的不可能 这就是唯一的选项 所以早上出门 我和贺金安解释了这件事 他也很认真的听着 哪怕是听到这种人结玩笑一样的话 表情始终没有太多变化 直到我顿了顿 不过还有一种可能 贺金安微愣 嗯 也许我已经罹患了某种精神疾病 我很严谨地说 所以记忆混乱 激素紊乱 这一切都有其病理因素 贺金安微微叹气 同色在阳光下 呈现出一种很浅的琥珀色 就像是被熬化的香草糖浆 小婉 我觉得这种可能应该不成立 我也觉得 毕竟我定期做心理测试 走到班级门口了 我侧头问他 你没有什么想问的吗 贺金安思考了几秒 小婉 其实要接受这种事 原本对我来说是很困难的 他看起来还是那么平静温和 哪怕在知道与自己有关的记忆 要被抹除在我的脑海后 也没有太大的情绪波动 我狠 他停顿了几秒 大概是觉得 接下来的话有些难以启齿 于是匆匆跳过 原本我会怀疑 会伤心 可能还会觉得有些绝望 因为如果照你所说 这是属于高维度的力量 那么人力难以抗衡 的确 无论是实话 还是我随口编织的谎言 这么荒诞的事实 已经出口 是真是假 已经不重要 可是你说 你不会忘记我 他忽然看着我笑了起来 笑意跳跃在眼眸之上 像是淋洒在奶盖上的 奥利奥可可碎 我相信你 你对我许下的所有承诺 全都没有实验 所以我相信你 这一刹那 风声好像都停止了 我看着他清俊的眉眼 脑海中诡异地涌现了一个词 色令之昏 于是转身进入班级之前 我下意识开口 我想吃香草松饼 还有撒了奥利奥碎的 海盐奶盖咖啡 贺金安 好 原本阴霾遍布的心情 像是被撕开了一条裂缝 在看到鹰巡时 我甚至都有心情对他微笑了 早 他正趴在桌上假妹 见我到来后睁开眼 目光灼灼 早啊 今天需要体检 而体检过后 我要去隔壁的烟大 参加竞赛集训了 即便是肉眼无法察觉的力量 也一定有他的作用方式 也许是化学元素 也许是特殊波段 也是某种军群或者病毒 总之如果要弄清这一切 鹰巡的存在就必不可少 不过也无所谓 我要思考另一个问题 该不该告诉他我的猜测 我告诉贺金安安 是出于百分百的信任 以及我对于他的了解 可是鹰巡 我不太确定 目前来看 他也许有意在和我 营造一种暧昧的氛围 但我不确定那是他的本意 还是他也被影响了 小猫怎么样了 我问他 包扎过了 情况不严重 但要走路还得过段时间 他情不自禁地笑了 我暂时没空照顾他 所以把他托管了 顿了顿 他说 医生说诊疗废扣的是你卡里的钱 我转给你 我多看了他几眼 这个时候的鹰巡 好像比起平时要真实一些 我能勉强窥见 那些强效滤镜下的一角 摇摆不定的天平 开始向一侧稍稍倾斜 终于 在他拿着手机 轻车熟路的检索养猫用品时 我叫了他的名字 鹰巡 嗯 他专心致志地对比着品牌 等他好了 我就抱他回家 你也可以来我家看看 你有没有过 被某种不知名力量操控的感觉 我问他 比如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会在凌晨四点半 好像在一瞬间陷入了某种恍惚 什么意思 你有没有觉得 我们这样不间断的偶遇 我们经常被封锁在密闭空间里 并不仅仅只能用缘分来解释 我很平静 你成为我的同桌 你捡到我丢失的雨伞 你租房时 恰好我的邻居选择出国 就像是一档被设定好剧情的综艺节目 我们视频台上 被提前预设好喜怒哀乐的木偶 鹰巡看向我 眼神变得复杂起来 半晌 他问我 也许一切真的只是巧合呢 我在空白的草稿纸上 画上无序的线条 你认为这只是巧合 那你有没有觉得 自己出现了奇怪的 不受控制的生理反应 他的身体不再放松 下颚的弧线也绷紧 像是强忍着某种情绪 祝庭婉 也许那只是因为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我有一瞬间的错愕 片刻后意识到 也许他知道的 他刻意逃避的 是我尚未窥见的真相碎片 那要打个赌吗 我忽而笑了 下周我要去燕大 参加数学竞赛的培训 我赌你会因为各种突发事件 也来到燕大 甚至可能住在我的上下层 英勋 赌注是什么 他像是在挑衅 赌输了 你要和我出来约会吗 我还是一如既往的平静 可以 但如果你输了 我要你的血液 毛发 皮液样本 英勋的表情出现了一刹那空白 好一会 他才恢复正常 成交 气 我吃到了心心念念的香草松饼 和洒满奥利奥碎的海盐奶盖 荔枝果冻已经做好了 一颗颗晶莹剔透 极为喜人 我打定主意 全带去燕大 希望那里的宿舍有冰箱 除此以外 赫金安还对我做了许多方便携带 又不一坏的甜品 从小到大 他总是这样 还要千叮咛万嘱咐我许多事情 就好像看见女儿第一次出远门的老父亲 我买的拍力得到了 我对着甜品和赫金安做饭的侧脸 咔咔一顿拍 然后用签字笔在背面写字 这段时间我成了记录狂 去哪都要拍照 还随手记上时间地点以及事件 原因也很简单 在过去的记忆逐渐模糊的基础上 我要留存更多证据 事实上直到今天 我已经遗忘了很多关于赫金安的回忆 我们的过去像是被一块橡皮擦缓慢失去 紧留下一点随时会被微风吹散的碎屑 每当这个时候 我就会去翻找过去物品 然后强行回忆前因后果 我有一座记忆宫殿 书架上盛放的书被焚毁 我就重新书写一本出来 多亏我有超乎常人的记忆力 但不出意料 每一次成功后 我都会感到头痛欲裂 被惩罚了 我清晰地意识到这一点 因为不遵循剧情走向 我被惩罚了 可我毫不在意 生理的疼痛 根本比不上一望赫金安的痛苦 我不喜欢食言 我不会食言 英勋和我的打赌输了 他被烟大体育队看重 也要参加体育集训 准备烟大的自主招生 很巧 两个集训队的宿舍就在一栋楼 他在我楼上 欲言桩桥应验 我并没有提前洞悉的满足 只有一种不适与厌恶 我不想参加集训了 临出发前 我对贺金安说 我从前的目标就是烟大的物理系 数学竞赛 是我进入这座殿堂的敲门砖 而英勋的人生轨迹 毫无疑问正与我渐渐重合 他也会进入烟大 或许我们之后的几十年 都要与彼此纠缠在一起 那么或许 我可以放弃竞赛 放弃烟大 我可以去更远的地方 但听到我这么说的贺金安 只是提上我的背包 递给我一个香草糯米糍 小碗 出发吧 他的目光还是很温柔 可我就像是卸了力 肩膀一下子塌了下来 我只是静静地看着他 他犹豫几秒 最终上前 很轻地揽住了我 熟悉的体温和气息 瞬间欲贴了我躁动的心情 我搂住他的脖子 感受到他须须缓着我 不知道该放在哪里的双手后 我忍不住笑了一声 可转瞬间 有关拥抱的回忆里 属于贺金安的脸 逐渐被替换成了英雄 我垂眼 强行驱散了这一刻的画面 更紧地抱住了他 我等你回来 贺金安说 小碗 不要认输 他知道我不愿意认输 凭什么要我认输呢 凭什么要我放弃 我的人生和理想 只会逃避 凭什么要我放弃 自己喜欢的人 我眨了眨眼 对于喜欢的人 这个词汇的浮现 有些茫然 很快又恍然大悟 其实好像 一直差了些什么 我不懂感情 也不懂那个时候 贺金安短暂的失常是什么 是我大大方方 坦坦荡荡地说 我喜欢你 他愣住了 然后耳垂迅速变红 直至蔓延至 整张清俊的脸颊 喜欢这个词 只会用在你身上 我说 英雄出现的时候 你应该是不高兴了 我现在才明白 我以为你不会在意他 我以为你知道 在我心里 除了你 没有第二个选项 其他人不是第二选项 不是将就 就仅仅是其他人 有贺金安在的地方 我会选择贺金安 没有贺金安在的地方 我不会做选择 我的偏爱 从来毫不掩饰 我看着他不知所措的表情 眨眨眼 我以为你知道 我每天晚上 都在认真和你表明 我喜欢你 他露出好像中了奖 却忘记对奖的表情 什么 我想了想 晚安 我从不对其他人说晚安 因为他叫贺金安 我叫祝廷晚 所以我说的每一声晚安 都是表白 8 我和燕大的几位教授 关系都很好 不仅是因为家庭背景 还因为我周末 经常进入燕大观摩实验 帮忙记录数据 几位生物实验室 化学实验室的教授 都把我当作嫡系看待 还时常劝说 我不要去读物理系了 又苦又闷又无聊 不如和他们一起做实验 之前参加生物化学竞赛 我还在实验室 做出成果发了论文 尽管不是国际顶刊 也极具含金量 因此当我打报告 申请使用仪器时 几位教授很爽快地通过了审批 英雄就安静地待在我旁边 随时为我提供实验样本 但很可惜 他的一切数据都没有异常 我没有发现特殊均落的痕迹 也没有发现奇怪的病毒和激素 因为白天忙于数学竞赛 晚上还要做实验 我的眼底很快就浮现了一层浅浅的乌青 英雄一直沉默 直到有天 我等结果靠在实验室门边睡着时 他为我披了件衣服 我转醒后对他道谢 他才问我 如果得不出结果怎么办 我说 那就说明现在我的知识不足以解决问题 得继续努力 他又不说话了 校园一片漆黑 许久 我听见英雄开口了 如果无法解决问题 是不是终究有一天 我们会在一起 我奇怪的看他一眼 站起身 不会 我原先不会考虑谈恋爱这种事情 是因为出现了贺金安 是因为他十年如一日的陪伴 所以他成为了我眼中独一无二的人 如果没有他 我可能会成为那种 电影里孤独中脑的疯狂博士 祝庭婉 英雄笑了一声 你真的挺奇怪的 我这么个从小人见人爱的大帅哥 你就一点都不心动啊 我听出他在开玩笑 那你这么个人见人爱的大帅哥 为什么会喜欢我呢 我是真的好奇 他也站起身 其实你说的对 很早以前我就感觉 也许世界是个棒 小时候我爸赌博 我妈自己跑了 我家门口经常围着许多催债的人 我好不容易活下来 有天有个老头找到我 说我爸是他的私生子 他现在膝下无子 好不容易找到我 要带我认祖归宗 他笑了一声 其实我只觉得荒谬 特别荒谬 我一个不学无数的小混混 忽然就变成了 继承亿万家产的富二代 更荒谬的是 我学校忽然出现了一个转校生 那是个一看就很乖的好学生 我原本没怎么注意到他 说实话 我对谈恋爱也没什么想法 我也不喜欢这样的类型 显得我耽误人 直到他出现在 我生病中的所有角落 就像现在的你和我一样 我感到心动 但那种心动 让我感到恐惧 我生病他总能来到那家医院 我和人打架 他蹲在小巷子 替我包扎 我去酒吧都能碰到 恰好来找朋友的他 我后来在网上看到一句话 世界就是个巨大的草台班子 那我就是那个 涂红抹绿的丑角咯 他揉了揉鼻子 我开始也想反抗 但我做不到 我就像个提线木偶 我开始追求他 我们的事情全效皆知 然后有一天 我把他抵在教室门口 我要亲下去的时候 我的脑袋嗡一声 好像醒了一瞬间 我逃了 英勋喃喃道 没你那么勇敢 我直接逃了 删除了那座城市的所有联系人 逃得远远的 来到这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 我仔细听完了全部的过程 其中还有几个一点 我刚想询问 英勋去转过了头 你知道那天 就在那个瞬间 我想了很久很久 直到今天才发现 我能回忆到的 唯一一个和平常不一样的细节 他说是广播坏了 发出很长的一段噪音 电光石火尖 我已经明白了 他想告诉我的答案 是波 磁场和波段 他对我的影响 源于看不见摸不着的波 如果能捕捉到这种波 那么我就能找到干扰的波段 我对他露出了一个由衷的笑容 谢谢你 不管他是今天想到的 还是很早前就想到的 不管他是曾经不愿意告诉我 还是改变了主意 他最终还是说了出来 我神采奕奕地挥了挥手 我知道能检测波段 和磁场的仪器在哪里 跟我来 他的脸颊隐匿在黑暗中 好半天才轻笑一声 好像有些无奈 你真是厉害呀 但是他还是跟上了我的步伐 就 我和贺金安 去看了英勋就回来的小猫 他被洗干净了 露出雪白的毛发 眼睛剔透如蓝宝石 分明是一只可爱的布偶 英勋还给他取了个名字 叫糯米 糯米身体不太好 除了腿断了 还有很多天生的疾病 或许这就是 他被主人抛弃的原因 但是经过这段时间的治疗 糯米今天终于能出院了 所以英勋才打算庆祝一番 顺便请我们一起吃个饭 毕竟据他所说 糯米是我们三个人 轮流照顾的小猫咪 应该说三个亲人 英勋和我们叙述了 自己以前的经历 我小时候就很爱小动物 不过那时候也没什么经验 把自己的食物分给他们吃 后面才知道他们不能吃 我把身边刚买的收音机 调到录好的波段 才靠近了他一点 也去抚摸这只可爱的小猫 贺金安带了礼物 有羊奶粉和猫罐头 都是他买过 觉得比较好用的牌子 对了 英勋冷不丁说 我要走了 我看向他 我和英勋都收到了 烟大的保送名额 贺金安是文科生 没有参加竞赛 但以他的成绩 再加上我的突击辅导 考上烟大也没什么问题 因此不出意外 几个月后 我们就会成为烟大的同学 我找到的波段 只能暂时屏蔽 英勋对我的影响 但我认为 这个世界上 绝对存在能永久屏蔽的波段 只是我还没找到 但我相信自己 总有一天我能做到 我可是富二代 不止上大学这条出路 还扬眉 我放弃烟大的入学名额了 你们这是什么眼神 那你打算去哪里 贺金安问 这个呀 还没想好 但是我和老头子说好了 先回家一趟 以后专职慈善 搞个爱心动物抚养战 反正他的公司 我也没打算继承 与其让我败掉 还不如全捐了 英勋满不在乎的说 可能闲着无聊 就出过读个书什么的 总之不会再回来了 我从他的话里 听出了别的意思 如果是因为 不是 可没等我说完 他就打断了我 不过你俩如果以后结婚 邀请我 说不定我会回来 他站起身 飞机也订好了 就想和你们吃饭告别一下 那我就先走了 他站起身 什么行李也没带 就抱着一只猫 只是简简单单的 对我们挥了挥手 拉长的背影 逐渐消失在了夕阳下 收音机发出滋滋的声响 脑海中细碎的记忆 逐渐浮现 一针针 一幕幕 关于英勋的一切 走马观花在面前闪回 迫切的想要追上去的心情 愈发急躁 可我明白 除却对于和朋友分别的住院 和些许遗憾 其余情绪都是假象 我微微皱眉 轻弃一声 垂死挣扎 手指忽然被人捏了捏 熟悉的体温 驱散了一切的负面情绪 我们也去看看周周吧 贺金安乌黑的眼睛 情绪温和 很久没见了 带着米饭搬去别的城市 只留下了米饭的小儿子周周 被宠物医院的 医生姐姐的男朋友领养了 我点头 然后慢吞吞地说 毕业以后 你想不想养猫 因为我们都是学生 所以一直没有领养小猫 但如果上了大学的话 贺金安有些迟疑 可是宿舍应该不能养宠物 我困惑地看着他 我们不能出来住吗 他又脸红了 欲言又止了许久 才把捏住我指尖的手张开 轻轻和我食指向扣 我不合时宜地想到一句话 于是就顺口告诉他 喜欢你像春天的熊 挪威的森林是我们一起看的 其实里面有些 不是一位成年人的内容 我们匆匆略过了一部分 但我还记得那段主角 对绿子的表白 我也喜欢你 他垂眼看我 又让我看见了那片 甜蜜的香草糖浆 说话时一字一句 郑重如某种 终身不会违背的誓言 我会一直喜欢你 小婉 我正然片刻 忽然觉得面前的一切 似曾相识 于是想起过去的某一刻 原来连喜欢这个词 都是贺金安交给我的 只是英雄出现后 我短暂的遗忘了这一幕 直到今天 才像识取到 对冲刷上岸的导藏 他说 喜欢你像是 那本书里说的 春天的熊 某天在长满三叶草的坡上 与小熊拥抱着 淋浴着阳光打滚 就是那么喜欢你 郑文丸 番外 英雄 英雄以前看见过一句话 逃离是女性的史诗 他知道 祝庭婉并不会是那个逃离的人 他也不想看到 祝庭婉逃离 所以他率先离开了 他想 他远比自己勇敢 关乎这一点 他居然产生了一种 与有荣烟的诡异感 其实告诉祝庭婉的事情 有一部分他隐藏了 比如 他为什么能一瞬间就察觉到不对 因为他受到的控制 并没有祝庭婉想象中那样强烈 英雄并不喜欢白薇那种类型的女生 白薇乖巧听话 称得上一句可爱 可是英雄一直都知道 自己并不会对他产生男女之间的感情 他并不是挑剔什么 他只是更喜欢强大的人 什么是强大的人 其实英雄自己也并不明白 他糟糕的父亲 逃离的母亲 和垂垂老矣的爷爷 在他的童年印象中 都是无比健硕的存在 可当他长大后 他逐渐发现 原来他们很脆弱 英雄意识到自己被操控的时候 其实还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 仿佛他是什么世界中心 所以从小到大才能逢兄化吉 甚至拥有这样传奇的身世 他后来才知道 自己这种存在叫男主角 他或许是一本 就熟治愈文里的男主角 冥冥之中有人告诉他 如果你不爱白薇 那么他将不是女主角 但因为你是男主角 所以你注定成功 注定强大 注定拥有财富和权利 英雄以为自己疯了 一开始觉得百无聊赖 所以接受了这样的推动力 他顺其自然地靠近了白薇 直到即将稳到他的那一刻 英雄后退一步 选择了逃离 他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直到看见朱婷婉 他没有骗朱婷婉 他喜欢朱婷婉是真的 并不是被操控 可是朱婷婉 大概是因为他遭受了无望之灾 成为了女主角 朱婷婉是那个强大的人 他有坚不可摧的精神内核 强大而坚韧 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他一步步踏上自己理想的道路 他从他眼中看出 他自信 自己能做到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 英雄无法克制自己 不为这样璀璨的光芒着迷 但他也知道 朱婷婉大概不会喜欢自己 朱婷婉身边有个安安静静的男生 他不是傻子 看得出对方在朱婷婉心中有多重要 他不可避免的嫉妒了 甚至产生了优微的心思 如果一直这样下去 朱婷婉大概会喜欢上他 他们会一起共度一生 白手到老 毕竟他不是男主吗 他不是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吗 他不是得到了世界的宠爱吗 可是就在那个夜晚 在朱婷婉困倦地靠在他身侧睡着时 他看见他眼下的瘀青 以及身侧一把实验纸 忽然就前所未有的厌恶起自己 那就十分钟吧 他为他披上自己的衣服 轻声说 这十分钟你是我的女主角 沉睡的不是公主 而是手握权杖的国王 而我不想让国王成为我的拥顿 所以只需要十分钟 十分钟转瞬即逝 唤醒他之前 英勋对着那个看不见的存在 冷静地说道 到此为止吧 他知道那个存在不会回应他 这是他对自己的宣告 我不是什么男主角 我也没什么大的理想 我就是觉得 我不想当一个卑劣的人 英勋不想变得卑劣 后来离开烟石之前 英勋忽然想到 原来那天自己的语气 那样冷静的语气 是跟朱婷婉学的 他无法克制地 在后继室笑了起来 也许有一天 他会回来 到朱婷婉研究出 让他摆脱男主角身份的办法的那一天 他对朱婷婉是如此有信心 虽然婉到一步 但如果有天我能回来 我会成为他永远的拥顿 因为永远理智 永远冷静 永远勇敢的朱婷婉 在他心目中 就是不断开辟僵土的国王 只是很可惜 他的身边已经有了一位 手持长剑披荆斩棘的骑士 但是没关系 陈鸣都可观瞻国王 就像小行星 也可以看见光年之外的太阳 所以英勋在关机前